柯文哲捲入了金華城B案被羈押 綠媒是鋪天蓋地 報到簡聯搜索扣押的隨身碟USB 裡頭記載了1500審慶金 試圖想要讓外界聯想 柯文哲收了審慶金的1500萬元 而現在更傳出了簡聯要寄出心理戰 側到審慶金等人轉為污點證人 突破案情 設法要頂柯文哲的嘴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深陷金華城B案造羈押 情侶週刊已獨家爆料 述述簡聯搜索他住家時 找到一紙USB隨身碟 裡面慶祝寫著 2022年11月1號 小省1500審慶金 要外界直接聯想 柯文哲收了1500萬 再一次顯示出來 政治益就是介入司法 現在在傳說簡聯兩大查證方向 不僅要比對金流及海外資產 也將達出心理戰 在押的5名被告中 除了柯文哲以外 將陸續提訓 台北市議員 殷小威 維京集團主席 沈慶金 以及前台北市副市長 彭政生等人 對他們祭出污點證人 交換減刑誘惠 要針對收賄部分 補強證據 會找污點證人嗎 被告自己都不講出犯罪事實 就有可能導致全部有機會無罪 但是反過來 因為每名被告都擔心其他人 會優先講出整個犯罪事實 而獲得減刑 而變成自己搶先來講 恐怕這個講出來的內容 就會非常不利於柯文哲 8號晚前立法院群線樓前 民眾黨首場開獎 要打群眾戰 藍營也遞出橄欖枝 過去曾經受過司法的迫害 冤獄政治追殺的人 部分黨派會跟我們站在 這個舞台上 國民黨很多幫我們發聲 羅志強 謝龍介 習巧欽 當有少數像中小平 造謠我們一樣是告 所以立法院新會期即將展開 下一個戰場恐怕是加強 在野黨立院的合作力道 否則如果被各個擊破 職人黨恐怕將更加有志無空 接著 黃鞠 李鞠營S要素 台北報導